请问今天你会饿死吗 在中国今天怎么能饿死人 反正饿不死 为什么不找一个爱的事去做呢 反正饿不死 为什么不找一个爱的人去爱呢 3%的富人做事 没有一个是为了赚钱 热爱 徐碧红 为什么能成为徐碧红 他就爱画马 什么都不愿意 就喜欢画马 画一万匹马 私底画 画了30年 你如果什么都不干 也定点画马 画30年 你也能成为你下一个徐碧红 97%的人是为钱工作 3%的人是为什么工作 热爱 就讲了这么多 不去行动等于零 去行动马上拿到结果 你得行动啊 为什么不敢行动呢 写上两个字叫决定 决定决定命运 新的决定决定新的命运 你我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 我给自己做了个决定 而你没有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当年有看过 富爸爸这本书的请举手 你看 很多啊 不只我一个啊 但是看完以后 这是一本书吗 结束了吗 反正我看完那本书 我给自己做了个决定 我通过这本书 实现财富自由 生死线 看过举手 在生死线里面 有一个人特别垃圾 这个人很胆小 他手的那个牌啊 全被小鬼都给杀害了 最后他只带了六个人往前跑 结果那六个人呢 都不跟他走 他就拿起一把刀 他说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兄弟们跟着我 一定来日可以 为咱整个团报仇 我再也不会让一个兄弟离开我 拿完以后 直接让手上 稀里卡他 三根手之后砍掉 我会好好在前方去 你一定会带你 说这个 我一个人 两年时间 这哥们从一个懦弱的 普通的班长 混成了一个军的这个 这个军长 就他那个 做的那个决定 所以在座的各位 决定决定命运 新的决定 决定新的命运 当你敢给自己人生 狠狠地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的人生命运已经不同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给自己做一个决定 二零多少多少年 我给自己做个决定 我要在多少年之前 完成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 天上名 自己狠狠做个决定 九年前 一个在富丽康上班的人 就因为听了我这节课 他给自己做了个决定 老子一定要创业 他用了三年时间 从工厂里面走出来 创业 今天也是个小千万富豪 人与人比 比的就是你敢不敢恨下决心 你对自己恨一点 生活就会对你好一点